歡迎收看Karl,最早期流行輸壓式 然後接下來就是流行紫尖陀螺 其實我也自己DIY過一個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到影片右上的資訊卡 今天想說的主題是這個無限方法 有些朋友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其實這個是很久以前流行過一排的反轉方法 現在就變成移植在手上的小玩意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無限方法 事不宜遲,馬上示範給大家看無限方法是怎樣 以做一個無限方法,我們首先要一張A3的卡紙 我自己喜歡銀色,但走到幾間都不見有A3的卡紙 所以我變成我無可來的買一張這麼貴的大張 這個應該是A1來的 所以我將會剪一部份出來做 如果你跟我一樣買一張大張的卡紙 然後自己剪的話 就建議這尺寸就是剪一個26x32cm這麼大的卡紙出來 你用兩把互相垂直的卡紙 就可以畫出很漂亮很整齊的卡紙 這隻手一定要按緊其中一把卡紙 假如你移了位也不要緊 就是利用你本身按緊的卡紙 來移回正 假如你兩把卡紙都不小心移了位 就是利用你本身畫了那條線 來對回齊了 再不然如果你發覺你畫線真的好不行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影片陳述 我都會給你一個格網下載的 那個格網剛剛是每兩cm格的 製作出來 然後就把它貼在你卡紙的後面 那就可以跟著來剪了 我們為了這些格線之後 接著來這裡會輕鬆很多的了 那你跟回這些格線就畫一個框 這個框就是我們一間來剪的位置來的 那就是畫一個這樣的框 這六架子邊是正方體的主體 而這些凸出來的七個邊 就是我們一間來加膠水或是膠紙的地方 那我們這樣重複做八個 畫完就是這樣 接著你畫的線紙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看到大家用剪刀來剪會比較好 剪出來之後就可以開始接了 沿著一些狠摺 這些卡紙的時候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這個指甲要頂著線 然後才向上一咬 咬上來那個線就自然會直和漂亮的了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面上畫一些花紋 讓它可以漂亮一點 那你畫完之後就可以在這裡 塗一些白膠漿去黏 黏完可以用一些東西壓住它 好,清理了表面的膠水跡之後 大家就可以排成這樣的陣 然後我們就最好用這些封箱膠紙 我們現在要貼的地方就是左邊的兩格 還有右邊的兩格 但是這些膠紙也有問題 就是一碰到手就會有指毛 所以要很小心處理 我建議大家就剪了一張大張小小的線 然後有指毛的地方就剪掉它 那就不會有手指毛了 那你貼完這兩邊之後 就貼那邊呢 就是貼中間前面的兩格 和中間後面的兩格 對,那就是目前就貼了 左右各兩邊這裡 這樣的 貼了這裡 還有貼了這裡 然後我們這樣就合起來了 合起來了 合起來之後怎樣呢? 合起來呢 我們就反轉它了 在底部做什麼呢? 這次就容易很多了 這兩格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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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兩格貼上去 是不是很容易呢? 當你貼完這八條膠紙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就可以 無限反了 這樣平反都沒事了 玩得不錯 如果你用普通的餃子 這樣平反已經 掉出來 所以 建議大家 無論如何都要買一卷這個 封箱膠紙 在一隻手上這樣玩 我覺得是第一次 有幾個階段都壓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叫正正牌過來玩呢? 好,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再見 做了這個實驗品之後 再跟著這個實驗品 做得超方便 綠色的地方就是貼甲紙的地方 一無了然